人生的過程當中會有很多的機會會得到不同的疾病 特別是消化系統是我們身體裡面最常發生各種不同疾病的器官 我自己從小就得到消化性潰瘍,十二指針潰瘍 歷經二十年的診斷跟治療才最後治癒了我自己的消化性潰瘍 所以這也要歸功於後來在醫學上發現的幽門螺旋桿菌跟它的一個治療方式 隨著年齡漸漸漸,我們可以知道說 消化系統的疾病從過去常見的消化性潰瘍到現在 大家很清楚常常聽到的胃食道逆流 甚至於比較常見很重要的消化系統的癌症 包括食道癌、胃癌、大腸癌 現在已經都邁入國人十大癌症的前面幾年 所以我們一直都有機會碰到各種不同消化系統的疾病 但是我們如何能夠得到一個正確的醫學的訊息 所以我們立志要把這一本書做為大家了解有關於消化系統的各種疾病 從它的診斷到治療到未來如何來預防這些消化系統的疾病 能夠做成一本大家可以當作是一個床頭書 當作是一個消化系統疾病的一個百科全書 可以幫忙大家了解自己的疾病 同時也可以讓大家當你遇到醫師或者是遇到醫師人員的時候 能夠正確的說明你的症狀 然後讓他們來協助你做診斷跟做治療 所以今天我鄭重的來推薦大家 請大家來看這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呢是讓大家可以了解你自己消化系統的各種疾病 它造成的原因怎麼樣來治療 同時怎麼樣來預防 那可以作為您保健的一個百科全書 藏寶健康好未來